在二战期间,魏安复是日本人实行的最不道德、最残忍的一项制度。 在二战之前,魏安复随着军队还没形成一种制度,他们只是跟着行军打仗。 在日本俄国大战的时候,日军性并就达到了普法现象,大量的去召集日本女性去行军打仗。 在二战打仗的时候,算是正是在各个打仗区域建设魏安所。 魏安所是日军管制性的从打仗分配到服务,一旦进去魏安所,这些女性就像进入到了可怕的地狱,过的生活可以说惨不忍睹,任由日军折磨、享受。 在日军二战失败后,大量的去销毁很多档案,仅有的一份日本秘密文件档案,算是真正揭开了日本魏安妇的残忍制度。 在刚开始长沙开战之前,日本第十一军首长,就让下属定制了一个征召魏安妇女的策划,当中记录了这些妇女的生活现状和服务状态。 据记载,十一军有军官两千多人,将领军官就有五十六个,每个军官长期需要一名魏安妇,那么将领军官,共需要五十六名妇女。 下面的军官八百名左右,两个人配一个妇女,也就是四百个妇女,魏官一千多个,五个人配一个妇女,需要二百多个妇女。 士兵共计三十多万,配了三千多个妇女,一共所需将近四千名魏安妇,一个小军队配这些妇女,那么加起来日军二战所有的军队算上,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啊。 在那十多年的大战期间,日本扑获的女性,大部分来自中国、韩国的妇女,在日军服务的日本妇女,大多数都是心甘情愿,为他们国家效力,为国家的将士甘心服务。 据已知档案分析,对这些魏安妇作为一个大概的推断,在日本二战的时候,共有四十多万妇女被当魏安妇,最为多数的是中国妇女,达到了二十万。 韩国的有十几万,是多么可取的数字,据记载,这些妇女每天都要服务这些日军,不管对于怎样的折磨,都要去服从,如有不从,那么后果可想而知,每个妇女白天服务七八个人,到了晚上的话,就归上讲所有,每个妇女一个月起码为他们工作。 二十多天,二战期间,日军对这些妇女,不管是精神还是身心,多么的摧残,多么的糟蹋,有些历史是肮脏的,是悲惨的。 对于生在这个和平,而又自由的社会,我们是幸福的,但是这些残酷,而又让人可恨的一夜,永远抹不掉,勿忘过耻。 对于生在这个和平,永远抹不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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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